家人真实身份曝光 私下和诈骗集团高层聚餐 平起平坐 地位很高 不同于李赛高 李赛高发布澄清声明后 就彻底消失了 家人也发布了一则声明 格式与李赛高一样 不同的是 家人依旧在活跃 在视频开头的画面中 家人聚餐的地方不仅十分豪华 还意外曝光了一位大boss 他就是陶欣富 陶欣富是亨利集团的营销高管 曾经在网上为亨利集团洗白 诈骗并不是缅甸本来就有的 而是中国人来了以后 才有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 居然在中国著名电视台 参加过节目 不得不说 真是讽刺 从家人和陶欣富的聚餐中 也不难发现 家人并非自己所说 是个普通的党员 他的身份并不简单 毕竟 家人要身材有身材 要颜值有颜值 在混乱的境外 自然深受一些高层的喜爱 而李赛高就不同了 像李赛高这样的棋子 完全可以随意抛弃 不得不说 家人的真实身份 藏得够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